現在如果在台灣玩 進到了山裡面看到我們的水庫就會發現 怎麼都是乾涸一片搭桑桑 去年沒有颱風沒有雨水 所以現在說在西部地區幾個主要的水庫 水量通通大減 目前統計是已經有7個水庫的 存量低於20%了 鯉魚潭水庫這次被挑出來講 原因是因為不只輕輕見地 甚至已經乾到 連以前舊台三線的柏油路 說都已經重見天日 而這個鯉魚潭水庫說 其實已經完工29年了 雖然是苗栗境內最大水庫 以往當然我們是看不到底的 但現在因為去年雨少 現在的雨又不夠多 所以導致蓄水量大減 整個集水區的山坡裸露出來 所以就連以前被淹掉的舊台三線 雙黃線通通看得到 再這樣等下去真的就快見底 中南部也同樣狀況不是太好 除了湖底整個見天之外 說之前在湖底的這個土地公廟 也意外跑出來了 空拍鏡頭日月潭月崖灣區 岸邊石塊露出 有的深有的淺 民眾說這看起來像是 像蛋糕的這蠻有層次感的 水位下降的時候上面像奶油 下面像巧克力 那下面再一層果凍 我是覺得真的蠻像蛋糕的 像是年輪蛋糕 油深而淺一層一層 還有內裡果凍層次分明 日月潭干涸連九蛙都已經通通露出 水庫見底苗栗的永和山水庫 更出現了羅馬競技場奇景 兩旁咖啡色土石類似的 岩壁石柱仿佛台版水庫競技場 將近一夹死水庫底部 從未露面的土地公廟通通露出 等於說是水庫的庫底 我們都把它挖出來 就看得到的 湖底裸露均烈 像是吶喊著大地干渴 儘管封面過境 替全台水庫帶來621萬噸水量 但對中南部幫助不大 德基水庫10.5毫米近丈 蓄水率只有10% 創下歷年新低 缺水缺的胸也出現各地 難得一見的干涸奇景 解中部綜合報導 水勤告警 但政府鼓勵大家找水井 這一回找井業者說 還真的讓他們訂單爆滿了 說已經排到兩個星期後 工人都不夠用 抽水鋼管上上下下 選定水賣位置開始動工 泥漿水混雜地下水 在原地不斷往下鑽 大約兩天就能凿出一口水井 國內嚴重缺水 政府卻要全民找井 台南有業者光是接單 就排到兩個星期後 久沒落後嘛 所以比較空閒 水都有時候會比較小 人家都要求 都要求我生意做 我也沒辦法 要到我擁抱的 我做不去 不是我就做了 有三十幾年經驗的 早井業者最近嚴重爆單 工人根本不夠用 早井分成三種 小型的果園用水 五萬里內 分別在土層深度 一般早井十幾萬 地區性馬達和土層深度 都要考量 價格破百萬的工業用水 價格最高 深度也最深 但早井前 得先向水利局申請 程序繁瑣 水賣也非常難找 你要淡嗎 要漆啊 要漆啊 漆了就知道了 水還有分 水還要漆 人家漆也要泡 泡兩三天呢 要早井哪有那麼容易 業者笑說 政府要全民早井 根本是狗急跳牆 老天爺不下雨 台南關子嶺的水火銅園 山泉水干涸 只見火不見水 也不見火 會對土層深造出來 以前下面有水 水會開 滾滾滾滾滾滾 現在呢 現在沒有 還有台南關田水質的生態園區 大半生態池也全乾 變成雜草叢生 園區花了三十多萬整修水景 只能夠暫時應急 但地下水畢竟有限 要早井過到什麼時候 政府依舊沒有心對策 記者賴關章 宋貝成 蔡霜及林智慧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